你自己的衣服 Only Lady的網友們 你們好 我是王源 這是我第一次來巴黎 也是第一次參加時裝週 我就感覺這一季的衣服都很好看 是一個很前衛 很時尚的品牌 那這一季的風格也是很好的 我想逛逛 但是沒有咋逛 嗯 好像是錢包吧 我自己的 我覺得就是簡單的時尚 然後因為裡面是 對 是一個薄荷綠色 對 是一個薄荷綠色 就是好 是說季凡希的創始人最喜歡的顏色 那其實我自己也挺喜歡綠色的 清新 而且在大家的西裝裡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 我的臉 我是明年才會考學 那我覺得影視專業 我可能會報考 有很大機率會報考影視專業吧 因為唱歌是我很喜歡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我可以在編學表演的過程中 來自己學習唱歌的 現在的角色 超級英雄 鋼鐵俠 蝙蝠俠之類的 我記得有一句特別帥的話 蝙蝠俠 就是好像是誰 誰問蝙蝠俠 他說 你的超能力是什麼 然後蝙蝠俠看了他一眼 rich 哇 這太帥了 我其實平時不是太愛寫東西 但是既然環球人物雜誌給了我這個機會 那我就現在每次有什麼見聞 可能有什麼想法都會用備忘錄記下來 也是對自己的一個提升吧 挺挺好的這次機會 這我躲上的小目標 第一個是自己身體要健康 第二個是工作 希望有一些自己滿意的成績吧 第三個就希望放個假 就好早好早 就是最開始聽流行歌的話 基本上就是林俊傑、周杰倫、陳奕迅這樣 然後就一直喜歡林俊傑 林俊傑合作過了 但是挺想跟他合唱一首的 其他音樂人 我覺得其實音樂這個東西吧 音樂人好 當然好的音樂人他肯定有他好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每個人的喜好不一樣 說不定是非常木木無文的音樂人 但是我就可能超喜歡他的作品 超喜歡他的風格 也說不定 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超級厲害的音樂人